老爷 您看 就这回书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嫌疑吗 有 都给我 按照契约 下个月最后一批订单完成 才结账呢 现在就结 好 弟 你要跟东明里散伙了 这是你该管的是吗 老爷 您看 老爷 您看 好 二少爷 老爷不打算和龙胜鹅合作了 我知道 不给我爹出的主意 老爷 小爷 突然来查 我们不仅顺利过关 还因祸得福 贝勒爷上了一道折子 说沈家有人实心办事 功心为国 礼当家讲 你猜怎么上 太后和皇上都已经准了 沈老板 你等着 马上就会有旨意 二少爷的五品同知 和老夫人的二品高峰 都已经在路上了 这 这 沈老板 您就算不谢谢我 也应该谢谢贝勒爷吧 是是是 是 谢谢贝勒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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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老板 您去贝勒爷的头 我就光贝勒爷受了 可至于咱们之间 来来来 就免了吧 杜老板 您让我该说什么呢 请坐 看着 看着 沈老板 我说你的大运真的要大运 还有一件喜事呢 这次军薰订单啊 虽然有点小波折 但是贝勒爷看你办事勤恳 有意要跟你深切合作 怎么样一个深切合作 沈家跟龙生河合国 沈家负责募钱 龙生河负责募后 所有的生意 沈家占股七成 龙生河只占股三成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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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老板 我们沈家 在陕西经营了有三十多年 有一家总行 十七家分行 三十多家分号 大大小小的伙计掌柜 差不多有两百多人 你这龙生河 龙生河在陕西 虽然只有一个招牌 一个店面 但是在京城 在宫里 在户部 宫部 刑部 礼部 礼部 还有军机处 督察院 大理寺 以及通正史司 都有着无险的人脉 你这种 杜老板 这军需订单 你们前前后后都搞定 所以你们占三成 我觉得是理所应当 但你现在 要占我沈家 所有生意的三成 那有点 如果加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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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货饼的来龙去脉 翻点折扣的细枝末节 都在里面 所以沈老板 这本册子 怎么着也值个三成股份吧 我 值 沈老板 以后金阳就是你的了 这本册子 多谢贝勒爷 可是沈老板 有些话我还得说在前面 如果你忠心办事 贝勒爷要啥给啥 但是对于那些当面泼凉水 背后捅刀子的人 贝勒爷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这位秦总是切的 要是 这些不想要啥 这几个手 你还什么 不是 我一直给你 我一直给你 你一直给你 还没回京呢 就因为火风捉影 重伤终粮 回乡了 原来是这样 还有一个人 以为抓住了我们的把柄 给杨廷怀通风暴行 可现在 从四品涨到了七品 我估摸着 他现在应该在收拾包裹呢